黑珍珠 蜕变成大无味 直率面对光芒四射的世界 在他的音乐领地里 全力以赴 自己主宰 国际化班底打造 潮流指标 自我展现 旋律情歌也可以唱出细腻感动 此刻极客俊逸 写新专辑大无味 intrepid做客 在中国榜 分享多元的音乐感受 爱无味 心无惧 此刻中国榜 欢迎到的是极客俊逸 刚刚发行了全新专辑intrepid大无味 我们掌声欢迎 Hello 大家好 我是极客俊逸 记得小的时候看 变形金刚当中有一个超强的 合体金刚叫大无味 非常厉害 也非常的正义 而且非常强大 实际有正义感的就是我 这张专辑intrepid大无味 大无味在英语当中 这个intrepid还有这种无所畏惧 对 是的 你在生活当中你认为 你长这么大 做的最无所畏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参加中国好声音 真的 当时参加那个故事会有些曲折吗 不曲折 其实就是很顺利 因为当时就是 递了小样过后 其实 当时是有朋友的朋友介绍 那个时候有许峰 以前是中国力量的主唱 然后还有一个是李好哥 然后他们两个同时都在 然后就在说 就是我们都在说这个事情 然后比如说你就递一下这个 这个demo过去 然后我就递过去了 然后就接到了电话 就让我过去 对 参加一下 我是最后一个参与录制的人 最后一个参与录制的选手 对 最后一个 所以一切的仿佛好像也是 冥冥当中有这样的安排 我只能说我真的是太幸运 真的 其实我们知道 选秀舞台上要一夜成名非常简单 但是如果说 后续没有好的作品不断的推出的话 那也很容易就淹没在人情当中 闽然众人矣 极客俊逸在好声音之后呢 也非常扎实 一首一首的推歌 像《彩色的黑》 还有《极客触发》 一首新歌都是为你量身定做的 而且起点很高 这些都是和美国的Fingas 对 跟Fingas我们合作的 然后还有姚谦老师 还有那是我第一张专辑 还有方大同前辈 还有吴清风前辈 就是极万千 宠爱于一生的第一张专辑 对 现在我们到了第二张专辑 对 我们此刻听到的 Aintrepid大无畏 那这张专辑也有非常厉害的国际化的这个音乐人 Mr.Fantastic 神奇先生 对 然后还有Viktor 然后有相当多的音乐人 还有姚老师 对 姚老师又再一次 还有Hush 对 都是我自己个人特别喜欢的制作人 他们在帮我做 天使幸福开灯 不希望永远都是这样 我们无人渐进去 只是空天长地久 Tonight 我是你缠缠的缺乱者 把青春强度里的手中 爱求深容 也温柔幅 爱你过 天哪里 有声响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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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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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也是希望大家看大家喜欢哪一个吧 但是两个都是时髦的我 而且其实它也和专辑的音乐的感觉也是很吻合的 我们也听到专辑的曲风非常的多元化 有非常动感节奏的像Boss 还有Snap 还有In Control 而且还有像这种伤感的情歌单曲 最后的恋人 对 谢谢你再见 这也是我第一次在专辑当中尝试伤情歌 那说到此刻我们听到Lotion Song MV的部分其实拍得非常的复古和绚丽 你在当中其实饰演了一个人偶 对 然后有一个剧院的开门人 他很长久的在守护着我 对 然后包括在整个故事的最后 反而开门人变成了一个人物 所以这个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就会让大家有足够的空间去想象 并且并不会像常规的情感故事那个样子 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去多多关注我这么一支MV 当时是在伦敦拍摄 这是我自己所有的MV作品当中最满意的一支 对 对 白河张开门人变成了一个人物 都是些缓慢的动作 像是记忆中的手 温柔的探索过 护身所有轴折 爱的心 感力的 你是我感情幸福开的 多喜欢永远的 是这样 和人间情 只是空天窗地窦 今天 14年初的时候呢 极客俊宇推出了首张同名专辑 但是其中的歌曲其实在12年13年已经陆续推出 那现在我们听到的这张Intrepid 大无畏其实也是一样 那此刻这首Lotion Song是在去年打榜 对 然后像最后的恋人 由爱民族Snap这些歌在去年底也陆续推出 那么对这张专辑来说是先有单曲之后 收集成了一张唱片 还是说我们先有唱片的概念 然后慢慢的有这些歌曲 其实都是同时的 对因为我最早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 是我花了三天的时间 然后总共集齐了十多位制作人 我们在同一栋大楼的不同的录音棚里面 每一个录音棚里面都会有三个制作人以上加我 然后我会先跟这个棚我们沟通 然后一起创作 然后我再跳到另外一个棚 我们再沟通再创作 我们这样就从头到晚 从头到晚都会总共三天的时间 所有音乐一出来的时候 我发现超级好听 一气呵成 对 就是这种创作的经历 和那种你付诸的情感 是无与伦比的 而且这个也挺挑战体力的 还有脑力 主要是 其实没有 我整个过程都特别兴奋 对 然后就这个棚 跳到那个棚 对对对 就是这个好 这个好 那个也好 那个也好 所以 一个完全不一样的我 对 好 我们就来透过一段小小的专辑公告牌 来来浏览极客俊逸这张全新专辑 Intrepid 大无畏的全貌 极客俊逸 全新专辑 大无畏 Intrepid Lotion Song 你是我才知幸福爱的 多喜欢永远的数着老 Bose 爱自己的货 爱自己的乐 We are on the bus We are on the bus Matt Mankiller 爱你也有罪 别拿心跳当多少 先别来触碰我全现意 You're so in love So in love 最后的恋 能不能最后在我耳边呼吸 世界都爱情 说我爱你 有爱你一组 破除在世爱情的绿洲 你愿意诸爱而注定说 Snap I'm in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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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se I'm in control Everybody out Show me what you got it Be your own bus Be your own bus Be your own bus 谢谢你再见 我爱的隔天 爱我的抱歉 我错不到一颗心 付出的深爱的多切 失眠的黑夜 不任何时代 有你的存在 失眠的黑夜 那刚才我们透过的是一段小小的专辑公告牌 我们听到的是极客俊逸大无味 intrepid当中的歌曲 而这首歌听上去之后马上你整个人都要醒来醒过来 对一样醒过来 我刚才再听了一遍 我觉得真的好好听 而这首歌有两个版本 中英文版 对中英文版 英文版是Mr.Fantastic他词曲创作 对那个更更加贴合一些 但是呢我的中文的词又是更更新一些 对中文词是主要会来完成的 对 当时跟他沟通的时候有没有特别的一些 没有 没有 就是我一定要给所有的这种人 他自己想发挥的空间 不给他们一些局限和限制 我们只会做后面一些细微的调整 因为我觉得我自己还是一个个性比较明显的歌手吧 其实一般制作人都还是能抓到我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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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就是每天也是每天坚持运动吗 对 只要我在北京 然后如果出差我也会每天都运动 因为我真的不能变成一个黑胖子 所以就是比较容易吃多了容易发胖的体质 对因为我太爱吃 就是而且作为一个四川人 特别爱吃辣锅啊这种 但是那个还真的挺需要一种坚持和毅力的 对 但是 扫着一件嗓子不太行 以后可以出去喝点水 随时都是在一个吃火锅 然后为了能够多吃而锻炼 对这样的状态循环当中 而且你的微博头像是一只小猫 对一只黑猫 黑猫那黑是跟你的皮肤相对应 你本人其实要是有动物来比喻的话 我觉得最贴切的就是猫 有吗 我个人感觉啊 好可爱哦 我个人感觉啊 we are unbossed we can kick it off we gon take a shot we are unbossed i'm a b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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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nch it up punch it up it's not all it's about point and forgot that we shall ah freedom is the choice we make we will find our mistakes if you got something to say tall it to my face do it wrong do it wrong do it wrong do what you want do what you feel he ain't really gonna stop us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那近几年的发展 齐克俊宇给人的感觉 就是非常国际化 不管是从这个视觉上看 非常的时尚 然后音乐上也是如此 那对你来说 从前几年流行的 dubstep到trap 还有这种edm hiphop的相对原汁原味的欧美曲风 除了说潮流指向之外 对于我们所处的华语歌坛 或者说对歌手来说 有哪些更多的意义所在 其实我自己不会特定 我一定要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曲风 相反我其实我觉得 我走的就是中国的音乐 最重要的就是这么一点 然后我希望自己能够在年轻的时候 真的做到大无畏 尝遍我所有想尝试的音乐形态 音乐形式 因为可能会慢慢慢慢 越往后我又会 我总觉得人应该会 越往后越缩手缩脚 所以一定要在现在的时候 大无畏 无所畏惧 然后去所有全力付出 趁年轻的时候 年轻无极限 对 那现在第三章 其实也在筹备当中了 对第三章 专辑现在已经在筹备当中了 其实实际上是我二专 就现在这一章 大无畏刚刚发行的 当天我们就决定 启动第三章 就是一步接着一步 中间没有停歇 对绝对不要停 那第三章还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就是密集的可能在几天之内 就把主题和歌曲都已经 给他定好 对我觉得应该会 因为目标是会先定出来 然后后面再慢慢的试试 因为其实这一章到位 我真的花的时间太长了 整整两年 我的歌迷朋友已经对我就是 催了又催催了又催 对 所以希望这么第三章 专应该会更快一些 不会再让大家等两年了 那像之前跟 像几个Fangas 还有Mr.Fantastic 一个这样的国际 顶级音乐人来 他们的合作 这是怎样的一个 就是促成这样的一个合作 我其实自己不会是 它一定要是 国际的或者是国外的 我并不是这样的 我其实音乐好 品质好 这就是我的核心 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其实合作的 也不仅是国内国外 我都有在合作 还有包括欧洲 美国 我们都是有很多的融合 所以说 嗯 而且其实像Fantastic 和 和Fingers 他们俩都是比起 他们都是比较 能够get到我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自己就本身 就特别开朗的 我说你们认为Summer是一个什么 极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他们说啊整个人就是特别 特别放得开 嗯 所以可能他们给到我的音乐 整个都是很外放的一种形式 那像我跟国内的音乐人合作的 像啊 姚老师 姚千老师 她就觉得我是一个 呃 随时随地的 她都还小小姑娘 在她的眼里 小女孩 就是一个小女孩的形象 所以她会跟我写的词 就非常细腻的往回拉一下 这么一下就跟音乐和词 就整个综合起来 好我们就来听一首 呃 感觉要小女孩一点的 嗯 歌曲啊 哪个啊 一个呀 这个应该是有些伤感了 这个可能还不是小女孩了 嗯 那这首歌呢是 最后的恋人 对 吴孟琪老师做的 呃 其实你之前唱这种 感觉的歌曲非常少 呃 基本没有 对 呃 做唱这个歌的时候 对我来说也是比较难 因为每天我这个感觉都是嘻嘻哈哈的 没心没肺的这种状态 嗯 所以当呃 制作人在跟我讲的时候 我就一直可能很难进入那个状态 对 后来他就把我关在录音棚里关了很久 嗯 然后并且这首歌是我又反彭内再录了一次 就是等于今天已经录出来过后第二天我再来听 我说完全不行 我连我自己都没有办法打动的话 嗯 那我就打动不了别人 所以我再重新录 重新去感受 那最后那个状态是怎么找到的 呃 就是会回响很多吧 嗯 就是像所有现在你正在听情歌的心情 你现在是什么样的 我就是什么样的 那以后会更多尝试这类的歌曲吗 呃 我觉得会 对 其实以前我挺抵触的 因为觉得 啊 年轻就应该充满活力 我干嘛要那么伤感 但是现在看来 这也是酸甜苦辣 都应该有 对 大概就是这样 要吧 隔着时间的流伤 陷落了 人去哪 啊 没在你身边的人不应该是我吗 到如今伸出双手谁再不疯啊 是空啊 是从未痊愈的痛 啊 能不能最后去闻我的眼睛 啊 好让我看起你的背影 整个城市做你离去的北极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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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风景 才美不过往昔 再次用掌声欢迎极客俊逸 带着全新专辑 Introfit大无畏做客节目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极客俊逸 大无畏的极客俊逸 呃 其实极客俊逸在中国好声音比赛上唱那首阿俊路 不要怕 嗯 有下来很深的印象 包括像盖世英雄上经验的退化 对 这是呃 前两天晚上刚刚播出的退化 然后其实在这一张专辑当中有首歌曲 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些元素在当中哈 嗯哼有爱民族 啊 那么在有爱民族里面呢 我们用了一些我们 遗族古老的一些曲调 然后堕罗河 调子非常高 但是 哈哈 对于我来说 当时也是录了好几遍 嗯 但是这种发自自己内心的东西 我真的是很热爱 所以我把它放在这么一首歌里面 包括词 刚好跟它非常的贴合 啊 有着游牧民族的 呃 那一颗 我渴望一直往前奔跑的 寻找那一片爱情的原野的心 所以啊 这么一首 有爱民族 我渴望 满足日落前未完 的梦 哦 哦 哦 而我 去画野兽 让它 挺眉与我 不足醒来的旧梦 雪月流动的洒脱 比那爱里头的红更红 哦 哦 哦 何处才是爱情的绿洲 你也处爱而处定锁 日处而来一路到日落 哦 是你 一路到日落 啊 啊 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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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情 值得我痛 奔波 好过平庸 我是平原的野火 也是相过的狂风 只为一颗真心而悸动 何处才是爱情的绿洲 你而主爱而注定说 日出而易路到日落 是你引领我 有爱民族 我发现极客军宇在唱这种 带着自己民族元素 遗族音乐的这样的感觉的歌曲的时候 特别有魅力 有吧 谢谢 但是为什么在专业当中 反而这样的民族属性的歌曲收录的会比较少 甚至就比例非常小 对 因为这个东西其实很难 如果它要跟流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话 我觉得我特别害怕它会弄得不伦不类的 所以我自己一定在这方面是很小心的 因为做单纯的事情 做单纯的歌曲是很容易的 但是如果一旦要混的话 如果混得不好 我对这个的要求就会很高 你知道所以我会非常的精挑细选 我自己希望在未来的时候会出一张完全民族的 可能非常小众的东西 这是我的一个愿望吧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达到自己的这个要求 但是在以后的每一张专辑里面 我都 这个元素会一直都存在 对 我们还挺期待的 就是你说那一张 属于自己 对 应该是流淌在你续业当中的那个音乐的元素和因子 我们知道极客俊宇 你的专业是学画画的 对 那唱歌这件事情是从小受到妈妈的影响 其实唱歌这个事对于小中民族来说 天生的 对 就大家都会唱 没有人会 比如说哎呀唱歌 哎不好意思 害羞 没有 就大家都是有酒就喝 有歌就唱 就是整个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状态 所以唱歌这个事情倒是没有刻意 有过 对 就从小到大好像就是唱歌是一个很正常的跟吃饭一样 跟吃饭一样 对 你在前段时间微博上晒出了在导师刘欢家里聚会的照片 有一大帮的学生在一起欢聚一堂 你说反正音乐不会骗我 他就是爱我 他让我保持童真心怀感动 其实这个反正音乐不会骗我 他就是爱我 这是好朋友常识来石头的歌 我特别喜欢 是一个非常单纯的思想 然后也是我们的核心和宗旨 所以跟刘老师他们在一块的时候就那种幸福感 事实上会觉得天哪 为什么我会这么的幸运又幸福 生命中遇到很多很多的贵人 他们在帮助我 并且音乐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什么都不管 什么都不顾 就是单纯的在那玩音乐 就音乐带给我们的幸福感真的太多 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 他有可能不做很多事情 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谁不听音乐 不管您是从事什么样的职业 您一定需要听音乐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音乐就像空气一样 它会在你开心的时候 你需要音乐 跟朋友们大家在一起的时候 你需要音乐 如果是你一个人 你感到很难过或者很孤单 你也需要音乐 还是必须 我特别的幸运 我能够从事这么一个行业 并且把它当成我这一辈子 我终生的事业 心里有太多疯狂的执念 有一些丢脸 却又很可怜 我爱的歌远 我爱的歌远 爱我的抱歉 我做不到一颗心 付出多深爱的多欠 我的爱不见 谢谢你再见 外面我抛弃雨天的冒险 让我弄失了一点 Zither Harp 我推开了朋友的闺蜜 我爱的歌迭 爱我的抱歉 我爱的歌迹 我做不到一颗心 无处的深爱的多迁 我的爱不见 谢谢你再见 怀念我抛弃雨天的梦险 而我都是爱天 这是前子作词 吴梦奇作曲的 谢谢你再见 这也是来自极客俊逸的 全新专辑intrepid 无畏当中 那其实这张专辑呢 我们可以听到 有欧美化的表达方式 也有华语流行的 这样的表达方式 有潮流的 也有传统流行的 那像Boss和最后的恋人 snap到这首 谢谢你再见 听起来其实几乎是 不同歌手的风格了 对 跨度非常大 对 那其实在这张专的 这张专辑里边 我自己就是 所以为什么叫大无畏 因为我不想要 特别的把自己禁锢住 我这张专辑 我一定知道 是一个什么样的风格 我这张专辑的风格 就是十个人听这首歌 十个人听这张专辑 你会在里面找到一首 你喜欢的 我要满足所有人的 对这张专辑的期待 所以我自己也尝试了很多啊 然后也有饶舌 然后还有那些情歌 还有舞曲 就是我 我想要看看自己 到底能有多大的能耐 能耐做这个音乐 所以自己也是 很任性的一张专辑吧 这张其实是 对 那在这样的 大跨度的风格上 演唱上对自己来说 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其实最大的挑战 能够放是很简单的 收放自如 这是我最难的 所以这次在这张专辑当中 我体会到的 所以为什么会有反攻的状态 就是我自己完全不满意 我就会再反攻再录 再反攻再录 然后包括有饶舌的地方 我也不是 之前也没有尝试过 所以我还找到我一个 好朋友张文 那他自己也是一个饶舌歌手 然后我就求助他现场 我说不行 这个饶舌我不会 你快点开车过来 到棚内来 现场教我 对 所以 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跟大家在一块玩音乐 不断地学习 不断地去感受 然后让我有更多的感悟 并且我自己真心地觉得 我好像唱歌进步了 比之前进步了 我自己感觉了 就是觉得很 很乐于澄清在这种 自己的音乐世界里 好像发现在游戏里面闯关 然后一关一关 对对对对自己不断升级的感觉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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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 I'm a kiss with her 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交给我照顾 我痛苦 I'm in control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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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音乐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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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control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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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音乐 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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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閉上眼睛看 自己 那么痒 释放 泪魂有能量 I'm in control 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我要你征服 你身足 I'm in control In control 交给我照顾 我照顾 I'm in control 在这张专辑In Trapid大五位当中 Hash共性了两首歌词 一首是intro 我们此刻听到的还有一首就是 带有遗族元素的 尤爱民族 对 尤爱民族 那其实刚才你也说到了收放自如 可能放很容易 但是把它收回来 会有一点点难度 对 那在音乐上面 你的那个养分的吸收 平时 会怎么样的去完成这个储备的工作 我需要时常的跟很多的音乐人在一起 作为 我觉得做音乐最最重要的是 你一定要有一颗容易被打动的那颗心 容易被感染的心 对 要被打动 要容易被感染 要时常的跟一些好的音乐人在一起 像我的制作人 新的这一张转集的制作人 然后 我通常会给他提出来很多无理的要求 无理的想法 然后就恨不得是今天他刚跟我听一个demo 我说这个好 明天就填词 我们赶快出来 做 对 然后或者就是我突然某一天我就 啊我 我很想念我的涵盖哥哥们 我现在就要我现在就想见到他们 我要跟他们在一块一块去火锅 对 对 他们也是很无奈啊 但是 嗯 他们都很宠物哦 我也会 时常的要听他们表演或者怎么样 我就会全身心的去投入 不管 然后站在台下看他们那种得意洋洋的演唱 然后还有包括时不时的我又会去拜访刘老师 嗯 然后刘老师会跟我很多 啊 因为刘老师的音乐造诣已经非常高了 所以他会时常提醒我说 嗯 不能做没有营养的东西 哈哈哈哈 所以我的音乐的宗旨就是 一定要有营养 很美 很善良 真善美 对 而且一定是要积极的 要正能量的 这是我的风格 可能有很多人已经觉得正能量这个词已经被说的 就是感觉好像说说有一点就是说太多了 嗯 但是我觉得事实就是这个样子 起码我是这样 要一个充满正能量 积极向上往前冲 这就是极客俊仪大悟 有太多折扣 太过折磨 滑坡是线 每个昨天都哭 而且我也发现极客俊仪每次在说到跟音乐人在一起的时候 那种幸福的表情有的时候眼眶还会有一点点泪水哈 就是非常感动 我也可以知道在这样的一个你喜欢的音乐氛围当中 大家在一起仿佛就可以像小孩玩游戏一样 对 然后整个的心灵都是敞开的 然后音乐上的合作也可以出现无限的可能 对 音乐这个东西一定是要现场的 它跟拍电影不一样 可能我会重来重来重来很多次 然后但是音乐是一定要我跟你在现场的碰撞 我们两个一定要有火花 不能够没有感觉 这其实跟谈恋爱是一样一样的 就是不能够就是你长得好看 或者说我们怎么样就一定要能够吃到一起 并且能够吃出这道菜的精华 就是你懂我也很懂 对 然后那是在那个场里面 那是一种灵魂的一个激状和碰胀了 对 而且两个人不能腻 要随时的能够有那种激情 一定要往前 很激动的那种状态 因为我自己工作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我不会有特别疲倦的这种 就在工作当中 就比如说我的意思是讲 可能我很累 但是我在工作上 我一定要拿出来我的十二分的精神 所以极客经营外表人派人去也许是个小女孩 在内心住着一个女王 这个倒没有 但就是比较打击鞋 打击鞋 那这张专辑叫做In Trophy的大五位 在下一张 它会又是另外一种怎样的可能呢 下一张现在 我一定 我常常会酷酷的 对 因为其实我这一张就是比较酷的 我一直以来都没有太 反正一定不是可爱 因为我自己就不是一个特别可爱的人 哈哈哈哈 就是 嗯 我觉得会更加有态度 嗯 对 因为我觉得现在 我这个年龄还有资本讲态度 哈哈哈哈 可能 如果在 嗯 再 再大一点啊 以后上了三四岁过后 我觉得应该就会 嗯 嗯 就会冷脚会少很多 就不会像现在一天那么 大大呼呼的那种状态 所以我一定要珍惜现在这个状态 然后呢 唱自己想唱的歌 玩自己想玩到风格 就是 谁也拦不住我 拉紧时间任性一把 是吧 哈哈哈哈 其实也不会哈 其实随着年龄增长 你当然还有更多的一些对生活的领悟 嗯 那个时候你可能会更加的 嗯 有那种 嗯 intrapid的可能会 那种力量更足了 对 但是有一天 呃 我希望自己有一天 就真的会像 呃 李宗盛前辈一样 嗯 你看他唱歌有时候他就跟说话一样 但是 那传递出来的 情感和流露出来的感 感受感觉 我觉得 希望以后 我也会像他一样吧 好 我们期待 在这里也非常感谢极客敬仪做客节目 那我们下次再会了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 Bye Tons us be the girl We are on the side Just us be a Oh shit